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自我维护 在轮班的情况下还是要维持均衡饮食 适度的运动和足够的睡眠 三 自我修复 接纳情绪肯定自己 常做深呼吸 放松身体 做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 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互相依靠 给予最及时的鼓励一起对抗疫情 谢谢第一线医护人员 也请大家给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大师大我小恒 今天是7月28号礼拜二 今天台股跌了一点 测标跟昨天一样 老师 昨天台积电涨停板 我好痒 今天又涨停板 养死我了 结果你冲进去了 恭喜你 现赔 现赔8% 股票是这样做的吗 对吗 你怀疑我讲的东西吗 你觉得我预估的东西不会达成吗 对不对 就像我会告诉你说 现在台积电已经466了 对不对 很多人跟你喊500 那你就真的相信500吗 那如果没有呢 那你接下来怎么做 如果你还是那种态度 哎呀反正今天大盘都一万三了 随便买嘛 对不对 老师你测标一样 是不是今天又没录影了啊 又去睡觉了 又聚聚了啊 怎么样啊 随便你啊 嘴巴长在你的脸上 键盘就在你面前 遥控器也在你手上 你高兴在键盘上面留什么言 骂老师什么 那是你的自由 我无所谓 你键盘在 你遥控器在手上 你看我节目不好 你可以转啊 我跟你讲什么 这个大盘危机四伏 冲上去 我赖上面 我7点多 我就跟你讲哦 今天会先冲一万三 但是你不要乱追 换句话说告诉你 一开盘就会涨400多点 敢不 你聚看 你加入我的line的人 你就知道说 这老师有够准的 一开盘说要去穿三 万三 真的达到了 达到你不要追 看清楚 要做功课 我说你现在 可以拿到的是 二月份 第二季 所有公司的 营收 你赶快去算一下 哪些公司 获利会优于预期的 拿这些股票 还没涨的股票 你要去锁定 在那边守株待兔等他 你不要急 你只要一急 你就准备闯货 一急 你就准备闯货 哎呀老师 台积电涨停板 哦 跟你讲啊 你哦 你们这些头顾老师啊 都是给我靠边站啊 我是说什么 好第二支掌停板 那恭喜你啊 有卖的我恭喜你啊 没有卖的今天买的 那我也恭喜你啊 大牛股变腰股 这样再玩了 所以指数就是波动很大嘛 对不对 那今天这一档股票 台积电成交748亿 不是748块 是748亿 中华民国一年综合所得税的税收 也才1000亿而已 他今天成交748亿 那这老师 他这样结束了吗 也不会啊 昨天AD要大涨12.56% 12.65% 换算台积电 今天AD 今天台股的挂牌价 应该是492块 不会啊 今天收盘还435 435啊 还有快60块的价差 所以你今天买涨领板 也不用太难过了 所以我说 不管你是买进 还是卖掉的 我都恭喜你 卖掉你肯定是大赚 那买到了也不用太难过 反正收盘这样子 也才跌8%而已啊 叫你不要乱追了嘛 对不对 你追里面要想清楚 看清楚 昨天连电也涨停了 今天也涨停了 几张 59万张 没有很多啊 成交值也137亿啊 这么大的股票 大牛股变腰股 这是台湾的现在的特色啊 所以我昨天我就跟你讲了嘛 指数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今天再创新高 国安基金为什么还要护盘 是在护什么 我搞不懂啊 搞一个三倍券 整天在那边说什么 这个很好啊 这个很好啊 花了一大堆广告费用 什么软体设计费用 总共开了22亿 22亿哦 人家马英九发个消费券 也才花了2亿多 印出来也才花2亿多 叫里长发一发 那他们说他们好棒棒 我有什么办法 买奥啊 就实际上老百姓的 只有实际得到2000块 他硬要说是三倍 三倍在哪里啊 就诈欺嘛 就公开的坑 坑猛拐骗这些老百姓 反正老百姓没差 你有帮我我就拿来用了 没拿来用就算了 没办法 对吗 反正你睡觉磕嘛 对不对 媒体现在都他们在掌控啊 是不是这样的说 那你可以怎么做 自立自强啊 昨天台阶电涨停板 对不对 2500亿 怕什么 我是跟你讲 要看好你也看好连电 今天为什么系统涨停板 都问你啊 就为什么突然金电一开牌就拉涨停板 这都大牛股 这都大牛股 那接下来你怎么做 对啊你怎么做啊 乱追 来 你乱追 追到这种股票 今天联发科 拉高之后直接杀下来 没有 没有很多啦 这样子也是十几%而已 83块 有没有人玩 有哦 今天成交257亿 有没有人玩 你觉得有没有很多人玩啊 有没有啦 国具 我就跟你讲 国具这个价格 我不会认同 在这个价格 我不会买 有本事你跌深一点 我再来买 你这边买你怎么会赢啊 啊是 红海啦 红海啦 我跟你讲啊 哦 早上都拉起来 拉了6%多 哇 想说 台积电连电掌停板 我看红海要跟上了 咻 冲出去了耶 收盘 快平盘 不是你自己要看清楚 你说老师 现在成交量很大 哇 市场很活络 对嘛 混水好摸鱼是没有错 问题是 混水你每次都摸到大白沙 他反手过来就咬你一口 你哪有那么多动啊 你撑得住吗 今天的天 那个什么天国一灰 是不是还都躺平 你继续骂啊 我的新冠克星 开盘跌7% 直接拉到掌停板 你们天国一灰 还在躺在那边 还ABC 还亚诺法 全部躺着 只有我的跌7% 直接拉到掌停板 还是很多人骂我啊 那你要骂 你就尽量骂嘛 对不对 开心就好了嘛 是不是 华讯 我说第一架的股票 由联电来带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 第一架的IC设计股 你看 第一季没赚钱 第二季确定营收成长 他就先涨了三倍嘛 所以我跟你讲 锁定这个十几块的 十四块的 你跟着我来 好 外插我 涨停 礼拜五涨停 昨天涨停 今天拉尾盘 这样子够厉害了吧 厉害了吧 有没有厉害 你会听吗 你不会听嘛 你还是在问 老师 台积电可不可以买 你买得起吗 台积电你买得起吗 一张四十几万你买得起吗 不要再自欺欺人 买个一二十股 那个不叫买 算了吧 靠边去好不好 对不对 买一二十股你要赚多久啊 你该相信谁 今天天国议会都还都在跌停 ABC亚诺法全部躺着 然后我们的股票是开低直接拉去涨停板 你有吗 你真的懂吗 你不懂吗 老师我看你的节目 我猜到你那只股票是什么了 为什么一直跌 你猜到那怎么样 你去问我们会员 我们买在哪里 你去问我们会员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我们都 避而不发 我们都不吭声 为什么 因为老师有规划 因为会员相信老师 对不对 创委 那天礼拜五卖 五万五千张 你股本九亿 你给我成交五万五千张 你该不该跌 后来收盘跌下来 收盘变跌一毛 本来快涨停 直接变跌一毛 昨天78 今天剩下74 盘中来73块半 那我问你这样对不对啊 这样对不对吗 你觉得我这样对不对吗 我会对不起你吗 你说老师 你们头顾老师 好多人 很多人很厉害 那个送股票都涨停板 我说我股票很少涨停板 我说很奇怪 我都会跟你实时计计的算说 到底我们买多少赚多少 然后还压日期压价位 然后你看 我们还买的时候 还都没有遮都直接给你看 还一天买两次 6月29号 隔天又加码 30号 7月1号又加码 三天买了四次 还是跟你讲三天买四次 50几块你不买 90块你才买 那我问你 到底谁是赢家 你好好想一想 今天大盘涨到1万3 没有错啦 供上去之后今天又吐回来 对不对 那明天可能又上去啊 因为明天搞不好台积电又涨停板了嘛 毕竟他现在ADR的价差 对不对 还有60块 真的还有60块啊 就ADR那边的报价 折算到台币这边 应该要490几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430几 那他外资有套利价差 就是折价60块 那请问一下 如果明天台积电又涨停板 那你要买什么 对不对 你觉得指数会大跌吗 我觉得还好 大震荡一下 上冲下行 那你一定要想清楚说 哪些股票可以买 你现在一定要精选持股 不是看到什么就乱乱开枪 看到红海好像要涨了 你看今天多少人去追红海 挂蛋 连八颗 嘻嘻 嘻嘻 直接嘻嘻 郁金光 击一半 国聚 直接击击 那这是谁害的 所以我说你现在一定要做功课 先把你个股的营收统计出来 算出这个 才是最有保障的 相信了你就跟着我来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到现场 谢谢 MUSPN 财经台 振兴金 大家一起来 全球抗疫的时代 我们帮你创造新的财富 振兴方案大放送 帮助你在故事中找到你的第一紫金 营业头部 耗尽专线02 报113366 报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头顾全心照顾 0285113366 让您避开投资陷阱 至胜关键 顶业专专业操盘团队 为您掌握 顶业头顾 0285113366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 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些人说的没错 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桥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资源回收物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元 把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投稿的朋友 这盘今天上冲下息 那个建到13000 然后就直接进关群缺又退回来 那当然大家会怪罪说 因为台积电连电 涨停板打开 但是我是觉得这两次股票没有死 你不要想太多 如果说你问我可不可以买呢 我还是跟你这样讲 你有钱你就去买 但是我是跟你讲 我没有把握 但是实际的数据给我看的话 我就是会告诉你说 因为ADR跟现在台股的价差还蛮大的 所以他也许还有上涨的空间会比较大 但是或者说会维持多久 这也很难讲 搞不好今天晚上ADR跌下去 那价差就缩小了 就价差缩小了 就外资就没兴趣 那你自己要 就是自己要估算清楚 很多东西本来就是这样 那包含这个礼拜 今天已经礼拜二了 礼拜四可能会有蛮多美股的 像什么Apple SpaceFi 全部都要公布财报 那个科技股的重量级财报 都要在礼拜四礼拜五要公告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而且礼拜四又有一个摩台子结算 那礼拜五就月底了 这个月又结束了 稀里乌乌又过去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自己要做功课 那马上下个礼拜要开始 就是八月份 八月份会公布七月份营收 然后八月中要去公布上半年的获利 那哪些公司到底是拿出好成绩 你自己要心里面有底 那当然我这样讲你是不会听的 你会说老师你告诉我明天哪一支会长停板 我比较有兴趣 我也直接告诉你 我就算知道我还真的不敢明讲 送给你你又不敢要 贴在line上面 你又在那边叽叽歪歪在里面找麻烦 结果你看人家沿通 三天三天赚28% 但你也不满意 那我不知道你哪里不满意 创围先卖掉 获利卖掉 这边又马上赚了28% 这样还不满意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才满意 每股上季的GDP 这个也要公布 所有的统计数字其实都不是很好 包含礼拜四联准会会议 这个应该都是属于负面的 所以很多东西你心里面要有底 股市在涨没有错 但是实际的经济面是不好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还是建议你脚踏实地 还是要做功课 你看到这股市在大涨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你看礼拜五我就给你点钱顶这档股票 一拉上来涨5% 收盘跌停板 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吗 不好意思 他三天三支跌停板 昨天也跌停今天也跌停 这跟指数有没有关系 这跟指数没有关系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你受得了吗 你应该受不了 ABC也三支跌停 合一也三支跌停 中天也三支跌停 合一也三支跌停 你受得了吗 为什么我一开始7月份我就跟你讲 第二季这些股票狂飙之后 拜托你千不要碰了 你就不要碰 因为他就是涨多了嘛 极其在高点嘛 怎么看他都是在高点嘛 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 我老师说这合一会背去听的啦 合起来刚好一万块啦 你青菜软软说 好好好 沒關係你好棒棒 就跟你们讲这些股票不要碰了 你要去找第三季 有没有机会的 我是不好意思在电视上公开跟你讲 这些股票涨这么多 你应该是去做空啊 你听有没有 但我这样讲你会听吗 也不会听 所以就听听就好 我听你在唱三歌 对不对 有很多投资朋友也很好笑 在我line上面直接说 我听你在唱三歌啦 我听你在青菜软软的 事实是什么 之前你像合一他们生计股大涨 你就说老师 你的生计股比较弱 你看我们的大赚 跌下来之后 通通不讲话 现在也是啊 台积电大涨 我们的台积电大涨啦 老师你们都没有台积电 这在笑我们 你赚得到吗 我还真想告诉你 你买得起吗 笑在摸笑 在股票市场 你想要笑别人 机会多的是 告诉你 送你一句话 笑到没六百的骨啦 天国一挥 打下来 我说他二期解盲是成功的 你看他今天天国一挥躺在那边 他有要跌吗 他没有要跌 他直接拉上来 开盘跌了一%多就上来啦 那你懂吗 你现在只是哀哀叫 老师我的亚诺法怎么都不会开了 老师你这支股票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啊我好难过我猜到了结果呢都没赚钱 谁叫你最爱高点 我不是跟你讲叫你来跟着我吗 今天是不是跌7%直接拉到涨停板 那天国一挥全部都躺平啊 我的已经开始涨停板了 跟你讲他的新药已经获得辉瑞药厂的补助 然后我一直都没给你念出来 美龄证券2016年就已经估计这个抑制剂啊 在市场的商机高达200亿美金了 所以啊我告诉你 辉瑞药厂特别的好心啊 要赶快帮他做人体试验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属于第二代的 第一代的都要被淘汰 第二代的 不要多 这个商机他拿到了 随随便便辉瑞付个10亿美金给他 刚刚好而已啊 你觉得他可以值多少 一个药物的研发 如果稍微有效 你看美国这家小工厂 转31倍 你们涨31% 你们就开心 考虚人要命对不对 我们这边可以涨31倍 国外没有涨跌幅限制 去31倍 辉瑞 辉瑞跟台湾唯一的合作厂商就是他 为什么要跟他合作 他们接下来要合作什么 合作疫苗 如果照老板讲的老板是胡定五哦 如果照老板讲的 他的药比瑞德西韦还有用 这一颗药可以救全人类一起来对抗这个武汉肺炎 你觉得他应该值多少钱 没有去想 你没有想 你就是说 我觉得你讲这个价格不会到 整天在那边吐说不会到啦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不然就是自己去追高啦 老师我觉得你骗人啦 你要下18层地域啦 怎么样 我早就跟你讲了 7月1号讲到现在 都7月底 你买在哪那是你的问题 那是你个人操作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带我们就怎么带 谁是赢家 二月你骂我说戴口罩是白痴 买口罩股是笨蛋 买的是什么股票啊 这股票怎么会 怎么会像卫生纸一样 这怎么跟电子股比啊 那你懂吗 涨十倍 现在川普还戴口罩 你说好笑不好笑 原本最不认同的 他都自己戴口罩了 对不对 时间关系哦 我还是要跟你讲哦 刚刚他法说会 出来一个重大消息 你自己去看 我不要给你 我不要现在给你连线的节目给你讲哦 刚刚法说会 他已经公布了一个消息 你自己去看 你不要说什么 到时候怎么样 因为我们早就买在那边等了 我们也不是讲一天 啊这种股票 你自己去看 他到底应该值多少钱 到底应该值多少钱 其他都不用讲 黑板会告诉你答案 祝你大传 我们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